魏希没想到仙门百家还有个明白人 她知道聂怀桑是哥哥求学时的同窗 与哥哥上课传小抄 下课下河摸鱼 一起看春宫 一起调戏蓝忘机 一起祸害云深不知处 那时候的哥哥是笑得最为开心的 也是最放松的 他对聂怀桑的印象很好 后来哥哥修了轨道 聂怀桑也来看过哥哥几次 尽管哥哥那时候防备所有人 聂怀桑没有因为哥哥修习轨道 有任何的疏远与嫌弃 有机会会往哥哥身前凑 但是哥哥却因为轨道梳理了他 聂二公子 如此有诚意 我为家兄弟就沉了你的情 魏希对聂怀桑拱了一下手 魏希来到此间没有对任何人客气过 唯独对这个疑问三不知的 聂怀桑另眼相待 让所有人都感到诧异 难道魏家兄弟喜欢聂怀桑这一款的 聂怀桑见魏希这样立即知道自己赌对了 慢慢地凑到魏无羡身边去 魏兄 这一世的椅子真奇怪 看着怪舒服的 我试试 说着慢慢挪过去 说着慢慢挪过去 聂兄真嚣张 魏无羡笑着说道 然后稍微地挪向了蓝忘机身边 给他让出了一些位置 聂怀桑见词也稍微输了口气 坐下说道 魏兄 彼此彼此 魏兄 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很好喝 我拿酒给你换 说着从乾坤袋拿出了天子笑 聂怀桑 我哥哥那个破身体 你给他喝酒 魏希立即叫起来 看着天子笑眼睛放光的魏无羡 立即又烟了 阿希 弟弟 我好久没有喝了 魏无羡拉着魏希的袖子 眨巴着他那卡兹兰的大眼睛哀求道 魏希闭了闭眼睛 不忍直视 哥 阿爹阿娘 在看着你 你若忍心让他们担心 你就 魏无羡 瞬间垂下了头 收回了手 聂怀桑歉意地打算将酒收回去 立即被魏无羡抢走了 递给蓝旺基 蓝湛 你帮我先收起来 手指还不舍得妈撒着酒坛 魏英 我也可以 蓝旺基说道 嗯 魏英疑惑 蓝旺基想说 也可以到魏家为奴 只要能天天见到魏英 他也可以给魏英买酒 只要魏英身体好了 可以喝 但是 他怕他说了 会让魏无羡厌恶 哥哥 我给你搜罗了很多美酒的 知道哥哥喜欢 我可是下了血本的 魏希立即殷勤地说道 对哥哥好 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和情感 真的 希希 哥哥最爱你了 魏无羡立即给魏希一个熊抱 魏希也开心地用头衬着魏无羡的脸颊 百家看着魏家这两个兄弟腻歪 一阵恶寒 谁能想到一个驾驭白鬼的祖师 一个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竟然还有这个小儿女的情态 蓝旺基看着魏无羡对着魏希如此的撒娇 瞬间脸上一阵冰霜 眼神冰寒地射向魏希 魏希抱着魏无羡挑眉看向蓝旺基 蓝旺基意识到 魏加在意识可以通过玉佩看到魏英的一举一动 那百凤山岂不是都看见了 那他们会怎么做 蓝旺基心里一阵慌乱 一丝害羞 甚至绝望 魏加努力十八年要接回去的儿子 怎么会让他染指啊 我哥哥剖单后 被温潮抓了扔下乱葬岗 那是个阴气极重 阳光透不尽的地方 一到晚上 什么都有 乱葬岗只有进得去 没人出得来 我哥哥为了活着 吃着泥土 喝着血水 为了给你江家报仇 一身伤 没有金蛋的情况下 休息了轨道 三个月才出来了 魏希说着全身都站立了 温情 记着 记着 出去之后 找一百只 一千只妖魔鬼怪 让江婉吟体验一下 他不是一直对我哥哥不服气吗 让他去证明证明自己 魏希吼道 魏无羡震惊了 蓝忘鸡震惊了 聂怀桑也震惊了 温情温宁更是瞠目结舌 阿爹不是江家的家仆 阿爹是求学的时候 认识江丰眠 求学时与阿娘相恋 后来结伴叶脸 遇到过几次江丰眠 就被江丰眠虚情假意地 请到江家做客 那时正逢江家老宗主死了 江家兄弟争权 阿爹帮着江丰眠 收回几处城镇 江丰眠才坐稳宗主之位 后来 与紫渊逼婚 江丰眠明知道 阿爹阿娘相恋 只是没对外公布 他为了推掉于家逼婚 就说出与阿娘有意 阿爹阿娘一气之下 就离开了江家 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再也没有去过江家 有很多散修 是因为阿爹加入的江家 阿爹离开后走了很多 江家人才不济 江丰眠又想到了阿爹 要父亲入江家 多次遭拒后 就设计谋害阿爹阿娘 魏熙唯唯说道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呀 为什么会这样 魏无羡师生问道 世家的争权夺利罢了 江丰眠管不住于紫渊恶毒的嘴 他那不知道 哪个犄角嘎拉的尊卑论 很多散修本来是 沐江家的游侠之风而来的 但是实际进入江家后 莫名地变成了家仆 还被一个无知的女人 以止气使 所以都离开了 江丰眠怕阿爹阿娘 这样超强地战力流落他家 就设计了父母 父母天之灼然 作为父母的儿子的 你自然更是天赋异禀 所以他们杀父母 训练你的忠心 父母和你本就天性善良 其实要你们的忠心不难 代之以成 用之以信 这样卑劣的手段获取的 终会自食恶果 魏希说道 哥哥 阿娘说哥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是这个世间最干净的存在 这些人都脏透了 魏希依依依指向仙门百家 他们为什么为恶 骨子里就有恶毒的因子 没有原因 哥哥这些年 你就那么多人 有一个人跟你说 谢谢了没有 你刚救了他 他转身就说 你邪门歪道 这种人 有必要救吗 就说温情 他们家时代为一 祖祖辈辈救了多少人 悬门百家 谁没有受过他们的恩 温情自己也救了不少人 谁跳出来说过他一句好的 收敛了江氏父母的尸骨 那是做牛做马都不为过的 江婉淫还对其要打要杀 骂温狗 这是什么世道啊 空气中都是恶心肮脏的味道 魏西说道 鲜门百家脸色红白交加 但凡有点良知的开始怀疑人生了 什么时候鲜门百家 甚至自己变成如此了 似乎感觉身上都散发出一股恶臭 温情 这么多年你救治的人 该收报酬的 你都记一下 也将这份因果了 你们其黄一脉 医者人心 这悬门世家 再也找不出比你们高贵的人了 既然仙门百家不做人 将你的善心给普通的平民吧 与其就仙门百家 让他们继续为恶 不如帮助普通百姓 让他们健康些 活得更好些 魏西说道 温情陷入了沉思 他们其黄一脉 祖祖辈辈为医 曾经父亲还在的时候 医术高明 修真戒谁不是与他父亲交好 对他也客客气气的 父亲走后 他也小有所成 这些年也一直被叫做神医 在温家做客亲的时候 也是受很多人八戒奉承的 他也一直将自己的家学 尽量发扬光大 一直奉行着医者 治病救人的理念 他至今还能想起百家之中 曾经求他治病救人时的嘴脸 可现在一个个却对他们怒目相笑 赤声怒骂 的确有些善心要给善良的人 否则就是助纣为虐 金光善 金光瑶 来聊聊你们及你们附属之家 如何害我哥哥的 魏西敲着陈情 看向金架 每一声似乎都敲在人心上 魏尔公子 误会 误会 金光善立即舔着脸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